我记得去年就很多人都说 EDG酒夺挂你一杯子都不喷你EDG 为什么现在是 优优独播放 第一点二一说够用了 第二点声唱歌 先机太喜欢站这面了 太喜欢打团 然后第三点就是 没有正确的思路这把 我敷牌 我都没想到会打 没什么 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我是真没想到 没想到声唱歌 今天会被听给压制的这么惨 因为在我的眼里 我感觉声唱歌打king 应该是 打king的肩膜一般 应该是他总打宝宝那种堆局 就是我以为是这样的 这里声唱歌 肯定有点 有点奇怪 要打得用 还是 没利用上等等点 这机这样玩 不如选择大 真的是 从来 这不带线 剑机 指挽剑机打团 开队吗 难道最后一把剑是六九哥 感觉六九哥是会单带的那种 这剑机把把都不带线的 这是 这样的话 那剑机不是只能兑现吗 如果这样 除了兑现 一五四处 如果不单带的话 就 一滴机打小组赛 一直赢 就是因为 剑机和阿卡利 两个边线一直在带 所以赢得很轻松 那几局 这个有优势 反而无需带了 其实我觉得 说实在 一滴机跟第二叉的 这总共五把 就是BP上面 确实没有做错太多 就 闪打的都拿了 然后 打出来的效果都打出来了 就后面三把是 我觉得 只能说 大家都很尽力 BP被爆了 这把还好吧 捷把 在主播的 在我的角度啊 在我的角度 我站在 EDG锻炼的角度来说 可能捷把阵容是没问题的 你们说嘛 你不看这个结果 觉得左边阵容看起来 是有问题吗 没问题的呀 但是这个结果 有点夸张 这个过程 很夸张的过程 先瞄准K呢 打着他的意气呢 这波建模的输出位置非常不错 大面开起来 但是盲色已经先行倒在地上 转动恐怕短暂时间要移 第三 是我这波 先不说啊 因为 我是 是不是因为 现场哥没有看到 自卡 闪现 闪现大招的 我是没有看到 他为什么这波不杀他 他有闪 他第三 第三段的Q Q闪就杀了呀 我这波有点关键 如果他这波自卡死了 他又没有TP 这波两波先吃不到 他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看到 他就用闪现推的 哦 转动机在 很混乱的时候 飘起来开大了 他不知道他用过闪 就 就好像 队伍跟队伍跟 就是 中野 两兄弟跟自己都没有看 对面用闪吧 应该是 所以才 原Q闪 当然 当 当有一说一 对面都是有闪 然后可能有个Q闪 骗人家闪的 就Q怎么用一下 要骗对面闪也可以 那些 那老街 我都不很喜欢这样的吗 Q1Q2 就原地按Q3 要骗你闪现 就有闪 这有闪的吗 这个没有程度吗 对面 哦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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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闪还是 稍微 差一点啊 哦 我眼睛有点 看不清啊 他就有那么一点的 这是一条白线 他有闪吗 他有一条白线呢 这儿 哦 这闪现本来就有一个白白的 说实话不一定 兄弟们 这Q闪真不一定 他被他闪躲 他这个QQ 那个闪现也Q不到 然后正好这个卡密尔的 那个大招框 正好那个 把正常哥锁住了 他如果没框的话 应该闪了吧 你要知道这个闪现 也行吧 但有个框啊 也不是 太难太难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这我证明自己没有安Q闪 能Q闪吗 这里我看一下 Q1 Q2 被闪先拉开 Q3 Q闪闪不了这里 太远了 Q闪距离不够 有点 有很多人都是这摩Q闪 Q闪距离不够 Q闪 被盖住 被盖住 王欧拉 Q1 Q1 Q闪 我被闪人躲啊 你怎么够找你 你 Q闪人也不够 他被青人关住了 关住之后被闪人拉走了 丢吧丢吧 跟我没卖装备差不多吧 哼 这波有点可惜啊 他本来是暴打他的 这个队前打不了了 第58就不看了 兄弟们 感觉有点像折磨啊 说实话 Skulls的前四把打得特别好 唉 我作为过中单啊 然后也打过 蛮五局的 确实很累 我错 折磨起来了 我看不下去了 我本来觉得会三别人 主要是 我像我三别人还有三 我感觉我也得有点事了 主播有点事 主播先下了 拜拜 拜拜 别发ID了别发ID了 我也不想看了 真的是又臭又长啊 而且主要是看得很心急啊 我好夸张啊 今天的比赛看得我 今天主播的星期我告诉你 前两把还在笑 还在吃蛋糕 还在吃零食 第三把开始 第三把打完还在笑 第四把我打完就觉得 给你们一把 国际比分3比1 第四把打完 我操你个DJ感觉要照重 第五把看完前期 OK回家 我每次熬夜开比赛看到主播都想吐血 真要吐血了主播 主播作为传网的 最大黄渣跟猪渣混合体 直接沉没 千年猪渣 加千年黄渣倒了 今天主播心情差到几点 作为个千年猪渣加千年黄渣 唉 下一场怎么说打 京东打T1 是吧 压力来到京东这边 京东我觉得 没啥问题吧 其实 我觉得 也不是在 说别人不好 我觉得T1 我并不觉得T1有 根基那帮人强 就是整个队 虽然这么说不太好 但是 RNG打T1 就是好几场都是 RNG又是很大的 前期 对吧 所以说 我希望京东加油啊 大家不就是一个想法吗 应该跟我一样 就给京东加油 现在 1个LP打3个LCK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呀 唉 想看今年的LCK 确实 比以前强 强很多啊 大幕别说了 目前看到现在 确实不配拥有第一次 这个称号了 近年 近年 就看京东吧 因为京东能夺关 我还能保住 给新人一些机会 新人 很多新人都被你们 骂得很惨的呀 这种大幕 我想想 大黄 大黄不是新人吗 比大黄骂得很惨 LQ很多新人的呀 大黄 我想想 EDG 姐姐 RNG 小魏 布雷哲不挺新的 这几个 淘博 大黄 京东G HOP MISSING 不都挺新的这几个 我当时得这样一说的话 LCK那没有新人还跟踪呢 LCK T1 那几个 古马游戏加周斯 那几个新人还跟踪呢 对 T1除了Faker以外 全都是小老弟 0405年的 太夸张 03年的 压力来到京东这里了 看就会失了今天 压力来到京东这里 小姐京东吧 你一定要先把SKD干了呀 我们S8的时候也是 本来是2比0J他们的时候 然后 虽然我们没有被2J3 但 如果丢把输掉 那个后 那个后锅 我是不敢不敢接受的 我当时没有买装备 然后因为导致我输了 哦 想象就可怕 你知道吗 我应该估计 至少一个月不看微博 跟媒体 任何相关的软件都不会开的 马上删掉 太可怕了 如今我们LPL除了1号种子之外全倒了 不免有点兔死湖杯之意 甚至开始怀疑赛区差距都体现出来了 但我们的最强主力还没有倒下 JDG不屈的韧性已经展现了出来 谁又能说不是京东包围了LCK呢 不管怎样 悬念还在继续 请JDG我们赛区最后的荣光打出LPL的风采 最后制作不易 麻烦求个三连 谢谢观看